以后不要再说我绿了 我现在已经变成蓝色的了 你们看 作为一个江西人 可以不想吃辣 但是不能不会吃辣 所以今天我就来挑战一下 一天只吃带辣子的食物 老规矩 早上起床先洗脑 先来两个大红辣椒 挖一挖嘞 能挖一挖吗 挖大了这个 来吧来吧来吧 挖一挖嘞 麻辣王子 香辣腿 麻辣小火锅 午餐要吃饱 那我们就随便吃一只 麻辣小龙虾 itadakimasu 吃饱了 要是没吃饱呢 我们再来一个 麻辣小鸡腿 爽 晚餐呢 就简简单再吃一份 香辣小火锅 让我能加热一下 嗯 好香 itadakimasu 为什么都没有肉 荡叶 晚餐没吃饱 那我们夜宵就随便吃个 麻辣王子 这个好吃 你尝一下 哇 这个还挺辣的 哎 我有个问题 那些说不能吃辣的同学 是不是一吃辣表 就不怕辣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